在美国有242座电厂已经或即将被关闭 这个成果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超越煤炭运动 但仍有281座还继续营运 而煤炭业正在与各级政府对抗相关的规定 在沃基根市 NRG公司的新总裁承诺探访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但至今他还没去跟当地的社运人士进行对话 但是利塔·梅菲尔德和其他26位地方代表和州代表 最后终于签署了那封给NRG公司的信 莫特利市长并没有签署 沃基根的市民预备在他角逐连任 且即将展开的竞选活动里提出这项争议 多尔赛还没放弃让儿子伊凡在无探的沃基根市长大的希望 他发现了自己有一部分是他以前从未领略的 我有能力成为改革的动因 并指出这样是错的 这是我们需要的 而我们现在就要 谁支持我 我们行动吧 你有想过 如果 就这样放弃抗争 会有多么轻松吗 从来没有 我们有权力呼吸干净的空气 用干净的水 这些本来就不应该 需要我们争取才能拥有 你明白吗 为什么这么困难呢